土耳其发生煤矿场爆炸意外 事发当时估计有上百个人正在作业 而矿场爆炸之后随即坍塌 当局目前证实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25个人 另外有近30个人受伤 其余接近50个人生死未卜 出事的矿场位于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的阿玛斯拉镇 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3点多 距离矿坑入口处300米的地方突然爆炸 初步推测起因和甲烷气体有关 事发之后有些人自行脱困 但是据传有数十人受困 当局紧急从附近的省份调来救难队展开救援 不过官方没有透露具体有多少人受困 目前矿坑内已经没有火势 而通风系统也已经恢复正常 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这是当地历来最严重的工业意外之一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下令各单位权力救灾 下令平是大青梗意外之一 经常到阅蔽之间的线位置 二位有计划 二位有多安养队 二位有多安养队 一位有多安养的 一位有多安养队 可是本群有多安养队 所以在上职场 船心部位有多安养队 五下养队